主席 其實有關教育的問題 我想就是 我們講基本法也好 憲法也好 其實我們都希望所有的人 都是重視法律的 包括警察 包括我們整個 最近發生的事 其實你要把它 賴到其他問題 其實是幫不了的 你是一定要針對 問題在哪裡 這次 文件當中 我想特別提出 有關兒童權利的問題 兒童的權利 在文件當中 只有很少地方涉及到 第三段 最後一點 就是矮的一點 略提到 局長今天的發言 都沒有提及到 但兒童權利 其實跟我們剛才所說的問題 是非常之深的 因為 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 就是 我們的青少年對於目前的環境 是有很強烈的不滿 他們 通過他們參與 通過不同的方式來發聲 都是講出了他們那種的關切 他們那種的赤城 他們對這個問題 即是他們見到的不義 那種的關注 以及他們對未來的那種焦慮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他們的聲音 是表達了出來的 我們當然 首先 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夠 用和平的方法 他們遠離有衝突的地方 他們以自己的安全 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但是我們作為成人 我們是否應該要關注他們的看法 重視他們的聲音 第一點 就是我們作為政府 我們各個局 我們怎樣能夠去關注青少年對這問題的聲音 尊重他們的聲音 和和他們進行良好的對話 第二就是 在過去幾個月裡 我們同時間也都見到 有很多人被捕 包括青少年 甚至乎九月初的時候 有三位被捕的兒童 他們沒有被控告任何罪行的情況下 警方向法庭申請他們要入兒童院 其中一個兒童 被押去兒童院裡頭二十七天那麼久 沒有辦法和家庭團聚 沒有辦法上學 這種情況我們覺得是非常不合理的 類似的情況也有很多 那我第二部分的問題 我就想問 就著未成年的被捕人士 他們的拘留待遇 在我們作為兒童權利這個層面上面 我們怎樣能夠是有改善呢 這一點我覺得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局長 麻煩你 好 多謝葉議員 有關兒童權利方面 在文件裡面著墨不多 是因為我只是交代了 有關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裡面 有關兒童權利方面的工作 如果以整個特區政府而言 那當然就兒童權利的工作 涵蓋很多政策範疇 亦都包括教育、家庭、醫療、福利 或者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一些被捕的未成年人士 他們的拘留 又或者如果是判刑之後 他們的更新或者教育等等的問題 所以相關的政策局處理所屬的範圍 但是政府本身來講 在2018年都成立了一個兒童事務委員會 亦都有非官方的成員 就回兒童的全面發展 以及促進兒童在成長不同階段的福祉 制定長期的目標和策略的方向 就回我們的局而言 我們亦都是透過一些撥款 以及一些資助的計劃 去推動兒童權利方面的教育活動 包括兒童權利論壇 這些正正就是去讓兒童本身 去整理和表達他們的意見 以及透過這些論壇 認識到兒童本身的權利 以及我們去收集這些意見的時候 也有助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去做 這是我們局一直以來在進行的工作 我們在來年都會繼續這樣做 主席,剛才提到拘留的問題 是否說兒童事務委員會 或保安局會就住這方面 會繼續探討檢討? 主席,有關那方面的 商安政策局會跟進 會任何在進行的 並且出現 設計 Summen 族會有託 更多招待 也有面子 也有像 分別的 有這些 還有 是 一個 全是 可以 來 抗